大家好 欢迎回到《望向编辑部》的《笑声芒新闻》节目时段 今节有我许刘生 还有我们的新西兰二德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我们赞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望向编辑部》的YouTube频道 另外还有《静向报》 再加上浪费冷气 也需要大家订阅 点赞 分享 最重要是多点回来欣赏节目 多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 今节我们来到网络上留言来说 究竟黑记协主席陈朗昇 未来究竟会不会流亡英国 很大件事 可能会流亡 当然了 他昨天去了西九龙裁判法院认讯 关于他较早前 采访期间被指阻差办公的案件 问题在于哪里呢 因为他本来在说 没有搞错 警方现在才正式落案起诉我 我接下来就要去英国的牛津大学 接受一个学人计划 他读书 再加上一点 接受一些交流 访问 访谈 还说在半年左右就要完成一份报告 类似他说 主题是关于直播新闻 当时就在说 究竟法庭会不会拦住他 不让他离境呢 现在结果就神反转了 主任裁判官罗德传也说 这案子没有离境限制 所以他就可以在保释期间去英国 按照计 如果去到应该会去的 他接下来都说会出发 罗官也有跟黑记协主席陈朗星说 现在给了个旗礼 就要准时回来 否则是另一项刑事罪行 陈朗星也有庭上表示明白 很有趣 究竟他说我明白 是的 我知道 所以我不回来 当然如果他想不回来 怎么会现在事先张扬呢 应该会回来的 他不像突然间会消失 或者像其他所谓的手足 自称流亡 其实就是逃避责任 那些人说流亡 逃避责任 这一点情况看来 如果他是会回来的 这件事就算他了 但如果因为这样而逃避了 我觉得他就超级低 当然了 假如我们换在陈朗星的角度来看 看看整件事的直播率究竟够不够高 现在他否认了坐差办公 还有另一项的交替控罪 阻碍公职人员罪 那我们再看看 如果他的罪名来说 一经定罪 刚才提到的阻撓 正当执行职务的警员罪名 这一项最高是可以判处监禁两年 而另一项就是阻碍公职人员罪 一经定罪也可以叫判监六个月 可能他两样都假如中了的话 可能有一些同期执行等等 最尽最尽都是判坐两年 可能他又不认罪了 就算在里面有一个假期的折扣 也可能要蹲成年纪 如是者 他究竟会不会为了这个不认罪 又怕要回来坐牢 要去流亡 那我们再想想 那他在香港有什么值得去留恋 而又要再回来 除了叫黑记协主席之外 他其实都只不过在网媒 做一些采访记者 都要去跑新闻 都挺辛苦的 我也认为是 他在庭上也有说 他要去牛津参加这个学人计划 所以辩方也说希望法庭批准他离港六个月 当时控方也有反对的 基于内容有那个叫保密 传媒就不能说了 所以我们也不太知道 那个控方的理由在哪里 不过主任裁判官 罗官真的听了控辩双方的层次之后 也有批准他离开香港 叫做OK的 我看到一个位置挺有趣的 罗官也有关注到 陈朗星如果真的要在英国 也想知道他的情况 辩方就说 到时 陈朗星会向警方提供他在英国的住址 和联络电话 和搬屋的话都会通知警方的 那我就想了 其实有什么用 没什么用的 只不过有个联络在身 对啊 只有个字字 就算 山高皇帝远 他告诉你住在这里 原来那天走了到哪里 他没有回家 多喝两杯啤酒 醉倒街头 有没有回家你都不知道 不知道的 都是说个顺势 还有假如他到时真的发觉 香港的新闻自由真的很败坏 败坏到回来都未必能得到公平的审讯 那决定现在就是不回香港了 因为何解呢 他在香港不是说做黑记协的主席 是 其中一个条件 就是他要是一个记者 或者是一个新闻业界的人士 没有说那个地域的限制 假如他还在英国的话 假如让他有一个媒体 叫做请他 请他来做记者的 或者做什么都好 然后他其实都可以继续保留 记协主席的身份 其实是可以的 因为记协身份 就算你遥距都可以的 没所谓的 因为我相信记协他本身 都有他们自己制定的标准 就是做主席的标准 这个对其他人来说 没关系 他们自己的内部问题 内部的事情 对啊 就算 在想 他的直播率其实也算是高的 何解呢 他在香港也是做一个网媒的记者 煤到死 去到英国 又是再做类似的事情 又是可以 我们试想一下 假如他背着 香港流亡记协主席 说的名字 会不会更加 多一些 不同的外国的媒体 到时会找去做采访 那个知名度会大增 更加找到吃呢 会啊 那个知名度可能有一刻会大增 好像放烟花一样 烟花爆完之后就平静下来 会是这样的 因为你离开了香港 因为外国的媒体不是很懂得分 听到香港记者协会主席 接着说他要流亡 因为昨天我们看到 陈朗星穿着一件T 背井写着新闻自由 黑底白字 在他的肥颈后面 我看到就觉得很好笑 如果到时他去到英国又牙斩斩 又说香港新闻自由已死 还是怎样的 就说自己採访都不行 经过他的考虑之后 都去决定不要回到香港认讯 因为觉得自己不会得到公平的审讯 诸如柱下山一万字 然后正式宣布定居英国 在一个有自由空气的地方之下 再继续展开他的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的 继续说香港的东西 行不行呢 其实可能这样还能够得到道德高地和光环 但是你离开了香港 影响力会降低的 很多新闻你都做不到的 你没可能所有东西都要他采访吧 照记者 如果你写稿就说可以从家 你做采访怎样从家 所以我觉得奇怪这件事 究竟他的直播率高不高呢 我觉得也算是颇高的 当然台仰良好意愿 就觉得他会回来的 是因为阻差办公这些案子 都不时都有发生 又不是什么大案 而且有得争辩的 是不是真的有阻差呢 现在就要在法庭判 大家要双方拿出证据 究竟这个人有没有阻差办公 还是警察方面 在拘捕的时候有些人过分了 会不会这样呢 也有这样的可能 所以现在就是拿上法庭 如果因为这样 他真的走鬼了去流亡的话 那就是自己失败了 如果失败了这么轻轻的事 会被人笑 你阻差办公也要流亡 你不是啊 再加上其实当时 警员有一个随身的镜子 在肩膀附近的位置 其实是拍到当时的环境 和拍摄片段的连贯性 究竟是怎样的 可想而知 假如大家例事 如果这些片段 日后流出了 或者不知为什么 大家会看到的话 如果真的说到自己 好像很无辜 还是怎样怎样的话 如果到时被大家看到的 公道自在人心 对不对 当然了 支持他的人 会觉得不准就不准了 或者为什么 去采访而已 当然了 你说有人支持你 但是 其实心底里 觉得你有没有 阻差办公 还是怎样的 各人心里面 自有功论 如果你究竟 有没有大吵大闹 因为我们经常看到这四个字 刚才唐英都说 其实很小事 如果你说 一个什么简单的采访 都不让你采访的 就叫做没有身份自有 如果警方有合理的怀疑下 只不过 他没有说不让你采访 只不过叫你拿个身份证出来看 对 拿个身份证这么简单 你都不肯拿 都要问长问短 假如警方拿完你的身份证出来 看到 原来你就是顶顶大名的 陈朗星记协主席 然后 就楼栏你 在这里玩你 就是问长问短 然后就 不行啊 你转个圈来看看 趴上长手 然后就搞你很久 搞到 那个业主大会都散了 都还没玩完 你这样 去说打压你身份自由 都可以叫做 有些证据拿出来说一下 现在只不过 阿sir 只是第一步 问你拿我身份证出来看 你已经玩到这样了 就是这么小的事 你都搞到这么大事 你这个人 我觉得不多不少 都是有些 想这件事发大来做 是吧 全心挑衅 我们再回到其中一个位置 就是为什么罗冠 觉得他可以离开香港 又不怕他会流亡 为什么呢 我也觉得奇怪 何解呢 假如大吉利是 陈朗星他真的流亡 因为我自己都很担心法庭方面 当然 罗冠有这样的决定 一定有他的理由 但是暂时 基于传媒报道方面 我们不知道 但是变相 令到罗冠在一个很尴尬的位置 未来这半年 究竟陈朗星会不会突然说 我也是宣布流亡 或者我也是不回来香港 因为他昨天见记者的时候 也有说明 自己明年四月就会回来 然后五月就再去应讯 但是我们也知道这班人 弹出弹入弹出弹入 加上是变范 反口复舌也是变范 说自己有些好像很正义的理由 到时如果万一大吉利是 他真的叫流亡 哎呀 罗冠就惨了 其实罗冠的案件 就是他主审的案件 我们都说过很多 我们都看到他其实是一个很公道 还有那个逻辑 还有那个叫一致性 都算是很强的 他这次有这样的决定的话 我想一定有他的理由 可能看了辩方 有些什么叫理据 可能觉得陈朗星一定会回来 可能有些 不知道是不是跟家人有关 可能他的财产有关 或者他有些在香港的事 是很难叫做放弃了他的 所以觉得他回来的机会都会很高 所以才会 风险存在是很低的 那会不会呢 可能我们不知道 但也是那句了 万一有些事情我们不知道 如果真是连官都被他抢起了 到时他不回来 那便可惨了 罗冠就会被人说他是什么颜色官 这个是避免不了的 有些人就专门把法官拿来骂 我觉得也很难避免 始终都是有些人 我的口是不收的 专门是找法官来骂的 这种行为极为恶忽 我也很担心罗冠 因为他一向作风和处理手法 我都觉得是非常公道的 因为到时被人说他放生这个陈朗星 如果他觉得我很不公平 我觉得很惨 没错 我也可以不断说 那究竟这个陈朗星 大吉利是来说 可能什么初犯 什么姓姓作作 可能他要坐牢 一年或者六个月 或者九个月 这个不定 这个我们不知道 但是他确实是有 机会被判坐牢的风险 那究竟他值不值得博 他愿不愿意放弃 他在香港的 新闻工作 不能够做一些很一线的采访 刚才台影说的 如果他去到英国的话 和那群人 都是做一些隔岸观伙 来分析 就不是报导 记住 你看到香港发生了一件事 而跟着作出分析 和你去实地 报导 去采访 找料的话 在新闻来说 是两回事 是的 如果的话 这个陈朗星是不是要去到英国转型做这件事 再不断 挂着一个流亡 香港记者协会主席的身份 再去换食 这个名字 令他能否换食呢 找到多久呢 这个也是存疑的 是的 我也认为是这样 所以 你比较风险 那个出路 其实他走的机会不高 我意思是 逃亡的意思 逃亡的机会不高 我们再反一反过来想 因为我们要多角度去看这件事 你说刚才什么流亡香港记协主席 但是回来说 监等记协主席 监等记协主席 先判他坐牢 即是他认识坐牢 可能这个监等主席 这个名字的朵更厉害 我看就不会了 就算你坐完之后 变成普通人一个 没有人记得你 就好像梁天琦坐了六年 现在还没有人记得他 没有人记得他 他已经放了出来 有没有出声 他从来没有出声 在社交媒体上消失了 周庭也是消失了 这些人 坐完之后 接下来周庭也可以去日本 自由行的放宽 看看过去有没有什么搞作 那时候说到这么受欢迎 不过 周庭可能离开了香港 也没有人知道 不知道 没有人再在意他 梁天琦也是一样的 其实他坐牢之前 即是他的单案开审之前 他是去过美国一段小小的时间 做进修的 其实他去到美国 就算现在 不见了他 都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理 没有人关心的 是吗 是呀 但是陈朗昇 他自己也想继续有点 谈谈 究竟他的抉择是怎样的呢 你说他坐牢之后会不会升聂呢 都可以的 你说是政治犯 政治犯 记协主席 这个名字也挺帅的 都是呀 那究竟他的抉择会怎样呢 即是哪一个直播率会高一点呢 大家不妨留言说一下 我自己是有点担心 那个官的影响 这个就多于这人 究竟他能不能找到吃 是啊 好 我们今次先说到你了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